《火影忍者》 不知道大家看火影忍者多久呢? 我们都知道火影已经连载了十多年,如今已经完结很久, 但作为火包的动漫,依然有着超高的人气,获得了不少火影里的喜爱。 而今天呢,小编就给大家盘点一下,火影里那些丸子粗的脆肉的人者, 看看你们都还记得吗,第一位,漩涡水户第一位呢,就是漩涡一族的公主漩涡九水户,作为战国时期的女性人物,据说拥有庞大的查克拉亮,掌握极强的封印力,所以被驻坚看上成为第一位九尾人助力,按道理来说,能够成为忍者之神的妻子,水户的实力肯定是当时女忍者中最强的存在,但是呢,整部动漫下来,水户却没有任何战斗,大家都不知道她的真正实力, 估计真正的实力已经成为了谜团,只有暗本知道,算是传说级别的人物了,第二位,六道班第二位呢,就是六道班,班爷作为活营里的传说人物,其实前期的实力已经完全表现出来,但后期呢,班爷成为了六道班后,实力都没有发挥出来就领了河饭,被黑爵从背后偷袭,成为了复活灰烈的炮灰,小编觉得,班爷的实力绝对不输于灰烈,估计暗本是懒得画下去, 才提前让班爷领便当吧,究竟六道班的实力如何呢,估计只有暗本知道了,最起码,班爷不至于弱的被黑爵一手给插刺吧,第三位,木叶白牙谈到活营里实力成名的人者,不少活营迷肯定联想到木叶白牙,白牙呢,是木叶八色之一,据说在以往的人界大战里,战斗力高得让其他人过闻风丧胆, 就连木叶三人也对他十分尊敬,但是呢,白牙却选择了自己,整部活营下来,都没有展示过任何人数和战斗,真正的实力,估计只有暗本知道了,第四位,原飞索柱不知道活营迷,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呢? 其实呢,原飞索柱是原飞日展的父亲,木叶的传说级别人者,索柱的名字,也是从原飞索柱身上取过来的,官方证据书中表示,原飞索柱拥有完美掌握五种查克拉性质变化的能力,实力强大的可以和柱间翻面抗衡,但实际上呢,原飞索柱连个出场镜头都没有,估计真正实力只有暗本知道了,第五位,于智波复月,最后一位呢,就是于智波复月了, 傅月的地位和身份呢,是于智波复族的首领,也是木叶警务部队的队长,连幼神也要叫他一声罢了,傅月呢,比幼神更早开启万花筒血轮延,敢于发动叛变,按道理来说,绝对是影级的存在,但是呢,有史之中傅月从未出过手,最后自愿选择死在了幼的手上,究竟傅月实力如何呢?有没有凌驾于幼神,甚至接近斑爷的实力呢?估计也只有暗本知道了,各位火影迷, 你们觉得还有哪些忍者,只有暗本才知道他们的实力呢?不妨评论留言,喜欢的请点赞收藏走一波哦。